聚拜仪式 现在开始 今日我等浩天宗弟子 齐聚于此 有两件事来告慰 列祖列宗 一 请宗主进长老汤 一致决议 今日起 恢复唐号浩天宗弟子身份 二 宗门封离太久 就到很多人忘记了 佼佼战魂锤 唯唯浩天宗 忘记了曾经的天下第一宗门 不经浩天双星重聚 大长老之为后继有人 是时候回归魂世界 重祝我浩天荣光 帮人 依叩守 按对元宗 生病 crest 皇后 汎 他 便医 您可以安心了 再叩首 福气 不孝子汤后 谢子汤三 定会福州大哥 重振浩天宗 三叩首 礼毕 你们先回去吧 我再陪陪福气 小三 你随我来 我有东西要交给你 小三 我受神将楼稿之托 务必要将他的作品 亲手交给你 孔雀灵和佛怒唐莲 楼稿前辈都完成了 前辈为何没来 楼稿前辈他 他 他 来 好 啊 哈哈 哈哈 老婆前辈 将研究暴力伊花镇 当作毕生的最高追求 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份决意 大真无愧神将之名 他是你唐门之人 你便将他最后的作品 好好带回唐门吧 老高前辈 你留下的东西 我收到了 老师 老师 老卢做的包与梨花镇 怎么一根银针都没有 我第一次打开盒子的时候 也有同样的疑惑 直到研读了老高前辈 修改后的图纸 方明白神将真意 老高前辈留给我们的 是更为矿鲁硕金的作品 暴雨梨花镇的饥荒结构非常独特 正施展出极高的顺舍爆发力 按我原本的设想 他几乎能将五十几下的魂师 一击毙命 但可惜 其效果只能发动魂子 和二十七枚银针之力 急射而出 出壁见血 血如鱼打花落 是位暴雨梨花 原本的暴雨梨花镇 只有二十七个镇颜 但楼高前辈所做的这个 却有足足四十九个 老楼竟然将他的威力 提升了减乎一倍 不止 楼高前辈以身殉道 以人之血气 开启了暴雨梨花镇之锐气 以魂力驱动的暗器 和灵活力有的暴雨梨花镇 楼高前辈最后的作品 足以改变整个魂世界 光夕老师 完成矿石神作 武将英明 永留世界 世上的命 永留世界 报 有紧急军情 别急 宗主也在此 可是雪崩陛下那边有何要事 陛下有令 要亲率百万大军 决战武魂帝国 特命我回来 传召唐家军 赶赴前线支援 自联合军遭遇武魂帝国暗算 星罗帝国紧急回撤以来 武魂帝国加大兵力 步步简逼 多次对我军防线进行骚扰 我军举步为箭 此危机存亡之际 请各国整顿军马 加急行军 于三日内 赶赴立马的军援会 见识我将亲率百万正义之师 与武魂帝国决一死战 入死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